随着北韩不断提高核威胁水平 韩国执政长内呼吁推进 重新部署战略核武的声音日渐高涨 总统是否认正进行具体讨论 但也未完全否认可能性 国民力量党非常对策委员会委员长郑振硕表示 若北韩执意进行核试验 应取消无核化共同宣言 签署于1991年的无核化共同宣言 是驻韩美军撤出战术核武的起因 对此 总统是未公布任何正式立场 仅表示 并未与执政党进行任何讨论 尹熙悦总统11日表示 关于战术核武的重新部署问题 正认真听取国内和美国朝野的各种意见 并仔细探讨 总统市高层人士强调 总统的立场并无变化 这对决策者来说并不是一个容易的问题 尹熙悦在竞选期间 对重新部署战术核武持否定态度 尹熙悦认为 美国出于对东北亚总体力量平衡的考虑 会否同意上是一个未知数 且如此以来 韩国也将失去要求北韩无核化的名分 据了解 尹熙悦目前仍坚持 应遵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立场 不过 总统市高层人士表示 尹熙悦总统是在保持战略性模糊 当前 韩美正在准备多项针对北韩核试验的应对方案 并无必要事先消除北韩的担忧事项 这一发言显示 根据今后的情况发展 不排除将重新部署战术核武作为选项之一 予以考虑的可能性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